挖掘新闻内幕 挖苦新闻人物 我是郑鸿怡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挖挖挖 好来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来宾 第一位呢 旅游业者小胖 大家好 另外呢 邀请到的是律师刘伟廷 刘律师 鸿怡大家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以及这个活动的主持人Tek 哈喽 郑大哥 还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邀请到的是退役的空姐Cathy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刚笑得太开心 另外呢 邀请到的是作家许昌子阿德 非常欢迎五位 今天呢 我们谈的是失控的假期 这个说起来 心情很好的 安排要出力去 期待好久 那如果被人家搞乱了 要求回家等业务员来联系他 所以可以出来不可以出来不知道 所以这个人啊 这个好不容易安排出这样的假期 那其实也不只是他 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有很多的状况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探讨 那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呢 这个女生她特别跟大家讲说 你看她们有23个 这个团有23个 加1位领队 然后呢她是12月16号 16号才这几天 要去这个日本 21号回来 5天 照理说5天去日本很快乐 然后呢 现在应该还在日本 她是6天 6天 6天5夜是不是 5点早上凌晨5点 不过公社这个团团这样辛苦 早上5点 只有才辛苦 7点多的飞机 这样5点就要搞 4点14分他就搞 这样我感觉他应该差不多3点就起来 可能没睡 没睡 3点就要出门了 3点就要出门了 那我们请这个Tag 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新闻 好 其实先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你是要出去玩 其实出去玩分成两种情况 一个是自由行 一个就是跟团 那你如果是自由行的话 通常就是把护照自己收好 所以那就没什么问题 护照你就自己带着 但是如果你是跟团的话 我之前跟团的经验是 通常我们会把护照交给旅行社 然后由旅行社统一去 帮我们办理登机证 然后到现场的时候才把护照跟登机证一起发给你 然后再带你去做全音的动作 然后这一个女网友 她蛮特别的 因为她其实也不是第一次跟团的 她也是跟了很多次了 所以她就第一次参加这个旅行社的日本团 然后呢 比如说她是礼拜一要出团 照理讲以她以前的经验 通常一周前旅行社 旅行社就会打电话来问她说 你护照要不要交过来旅行社这边 然后她就想说 好她怎么一个礼拜前都没有收到这个讯息 然后假设她出去是礼拜一 那她在前一个礼拜三 她才收到旅行社打电话给她说 你可以把护照交过来了 然后她就想说 那如果我现在今天收到这个讯息 可能我还在上班 我礼拜四才寄出去 那就是礼拜五收到 那她就很担心说 如果又有个什么闪失 很恐怖 因为六日又休假 那礼拜一大早就要出去了 所以她就想说 那我干脆现在收到通知 我现在就把护照寄出去好了 礼拜三就寄 对礼拜三就寄 那礼拜四你就可以收到 好那她就等于 礼拜五还可以asobi 对对对 就是有一个缓冲的时间这样 好那她就想说 那我就当下收到讯息 我就把护照寄出去了 寄出去之后呢 旅行社礼拜四 其实也应该收到了 她就很安心嘛 期待着礼拜一早上的假期这样子 然后她礼拜一五点集合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时间是四点十四分 她就已经在现场了 她是整团最早到的一个 太兴奋了 太兴奋了 太欢喜了 所以她到了之后 眼看着团圆陆陆续续的来 然后呢 每个人开始去登机 开始去确认 奇怪怎么会存在一个人在那里 然后她就说 我的护照呢 然后她就问导游 导游就跟她讲说 你的护照在公司啊 那现在因为五点 公司也还没开门 我也没办法进公司帮你拿护照 那我现在先联络你的业务好了 看是要改行程 还是怎么样 那你等我 但是因为整团的人都在 刚刚也看到二十三个人嘛 扣掉她还有二十二个人 所以我为了要保障这二十二个人 我必须还是要 先带这二十个人 二十二个人出团 那你就留在这边 然后等业务跟你联络 然后她就很生气 她想说 人家一定要二十二个人 都背着背走 我就是最早到的 而且我最乖 我把护照 带你给你旅行社 结果我反而在这里等 然后我还要等业务 那 就一直在那边默默的等 然后最后导游还跟他讲了一句话说 说 不然你先等一等好了 你回去等消息 那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机场等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要不然护照 我请业务送过来给你之后 你搭下一个班机 你自己来找我们 对 等于是他去到日本 他必须要自己一个人自由行 一段时间 去找到这个团队 如果说跟团的人表示说 他比较没有自由行经验 他会慌的人 他会去赶上那个队 那当然他在这个 抱怨公司上面写完之后 后来他到底有没有出去 他其实没有详细的解答 他后来搞不好等到远航 这就不知道了 他就很高兴了 那个团也去不了 整团都出不去 这样反而对他来讲是好事 反正大家都出不去 但是他做的就不是远航 那他到底最后有没有 人家在搞猜文 真的是很衰 所以他到最后到底有没有出去 其实他并没有详细的交代 他只是觉得他遇到这样的事情 是非常傻眼的一件事情 小胖怎么会这样 其实这个是旅行社 你们做一个 做一个很大的疏失 按照正常来讲说 像旅行社都会说 跟客人收好所谓的护照 那我们今天刚才讲说 Tag刚才讲的一件事情 很重要的是导游 导游 怎么没有我的护照 按照正常来导游 会有个状况是 我应该知道护照谁 因为现在有些所谓的导游是 freelance 会有个状况是 我不是进公司 我是公司直接交代 我去带来 他是个自由的工作者 对 那会有个状况是 我没办法进去公司跟你打 我只能叫你 他也不知道是业务是谁 都有个状况 直接叫你客人打掉 你给你的业务 那因为我们的 hotel list上面 都会有紧急联络人 公司的紧急联络人 外站的紧急联络人是谁 那这个书师很特别说 他护照交给了公司 公司的OP 没有把它作为 并入在所谓的导游的 导游的那个 交办事项里面 那导游他不是公司的人 他是自由工作人 他怎么没有办法去联系公司 就出现那个状况 不然我不好意思 我就要带人去 你自己打招 那个放昏照 感觉就很差 那其实这种作业 是不是很常碰到 那现在有个状况说 像现在 观众局也规定说 不能帮旅客保管 所谓的证照 那还有一个说 我证照给他们公司 他会把我证照拿去 干嘛干嘛 那现在会有个状况 那本我出发前 我自己带去机场 我找导游 导游你再帮我去check in 再换登机证回来 大部分现在都是这样子 那现在很少说 很少说现在 卖狗博冠 那因为常常会有 大型旅行的会来 会有送机的 那送机的时候 我可能我前两天 就把这个护照 送到机场 去航空公司去办好了 就放在那边 那个航空公司 保险柜台里面 我要出来 整团的护照拿来 我笨笨的 团体的部分大概都这样 都这样子做 那他没有 他等于说 那这一团的情况 23加1 有些状况 那些都是自己自带 公司他是交给旅行社 那小胖如果 假定在旅行社 你们的业界 碰到这样的状况 你怎么会背 这个部分 因为在我们的定型化7月 你就非常赞 一种是恶意故意疑弃的 它是罚则是5倍 你单独团废 比如我团废2万5 5倍就要倍12万5 对 另外就是重大蔬师 就要赔3倍 那这算重大蔬师吗 这算重大 因为旅行社 这个护照已经交给旅行社了 这团废 你这种公司不会 不会因为这种样子 去把客人给丢了 那另外一个是 个人的疏失 比如说比较小的疏失 轻微的疏失 那就赔一倍的价钱 那这属于重大了 那说因为这个东西是护照 我交给你旅行车 而不是说像前几年 有一个状况是 护照整个被抢走了 那个也不是他旅行车的问题 可是他被抢走 这是变成刑案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 旅行车就要去赔照 小白那是赔偿的部分 我整趴都会 那加数钱是什么 像这种样子 假如说整趴会 不知道要怎么办 这旅行车还是要负责 那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 因为现在的公共局规定 就像我们刚才讲 我付照给你 怕你忘了带 可是常常会有个状况 客人自己带 结果叫起飞 我到进场去报到 你也不叫我带赴照 好 完了 那这个责任会有个状况 当场你会变成说 旅客自己忘了带护照的情况之下之后 他会就责说 你旅行车没告诉我要带护照 可是我们一般讲这是常识 有人说 你我坐会人去找新闻情就好了 好 新闻情怎么出国 就会有这种状况 那所以说 你如果是坐会去跟他找新闻情 我去就会赌到红绿灯 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个状况 就是说旅行车会要求给客人说 你要护照自带的话 会签下一个切记事件 国内线就是新闻情 但是国际线一定要护照 一定要护照 我这边也补充一下 刚才小胖其实有提到一个就是 定型化契约条款 就是我们消保会很多旅行业者 各自都写了很多不利于旅客的条款 所以他规范了一个标准版本 那其实在刚才讲这个状况 除了说赔偿以外 其实他也必须要旅行社 自己应该要出机票钱 让这个旅客 而且要安排这个旅客 能够跟上原本的团圆 如果跟得上就让他跟上 如果跟不上他必须免费的 再安排同一样一模一样的航程 让这个旅客去完成 我自己一个 不是自己一个 当然要安排其他的团 命包下一团 对对对 另外就是说 包团 而且在这个规范里面 这个23条规范里面说 如果假设你今天旅行社 没有做这件事情 还要罚一倍 就是惩罚性违约金 你没有安排飞机 你没有安排人员 让他可以跟上前团 这些没有安排的备用 你都必须罚一倍 刘律师你知道吗 为了这团 我这团就是因为我阿渡 和他多熟 你听不懂 那算起来才会刷 是 我都喜欢跟小胖在一起 两个人到天会 我不是要死腳 喜欢他这样暖暖的 对吧 结果和一团我都没识 因为又是整排都会了 对也是啦 如果这种状况可能也变成就是 他单纯就是要赔偿跟退款 原本的合约解除掉 钱还给你 那另外就是旅行业者的疏失 所造成的赔偿 好啦 这个疏失有时候 也自己认罪 我们说的 那小胖我再请教你 我们这样 乎叫给人会败烦吗 其实我们讲 正常来讲说 旅行者要负责 要保管这些所谓的护照 那通常都会有个重要是 你先假如 可能我一个月前 我就把护照给你了 我最近没要出去 那我就干嘛 去守在银行的保险箱 守在银行的保险箱 因为你要去租 还是你们会拿去犯案 没有 就租 因为也不敢 因为明目张胆都告诉我 护照给你了 你一定要把客人的护照保管 那通常有个现象 我护照给你的时候 会有写收据吗 会有写收据 都要写收据 我跟你说 郑宏医大哥你的护照 来到我这边 我一定签收 我当时哪收几点几点 给你收了 就收据要给你 表示我付责给你了 就一定要签结这个东西 那会有个状况 放在里面的时候 万一忘了带 那就是你旅行就要负责 假如今天护照到的机场 旅客没带 旅客自己要负责 那现在我们讲说 我没去 不要把我拢了 没关系 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 就像律师所讲的 你现在想 不好意思 你今天跟人睡一间 因为一个房间 你胜赖 害那个人单独睡一间 会有单房差的价差 这个我没去 我也要再败钱 这个一样 一样是惩罚旅行 是也会惩罚到旅客 对对对 好 等一下继续 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这个 每个人都有出国的经验 常常去做的状况 阿德第一遍出国 就让你印象深刻 对 因为那时候就是没有出过国 然后我就选说 去哪里最便宜 就一看 哇 居然不是泰国 因为我印象中以为 去泰国是最便宜 就是韩国 我说我那个年纪的时候 大概三十几年纪 冀州岛吗 还是 就是汉城嘛 汉城 就是汉城 去汉城不是会有那个湖吗 这样子 结果第一天呢 我也是很兴奋 他不是就四点十四分吗 我也差不多那个时间就到 因为我们也是早上七点多的飞机 结果 不到一个小时 我们就通知说 飞机没有办法起飞 有状况 然后就一团乱 然后就一团乱的时候 我只听到一个通知说 我们现在不在机场了 要去机场饭店 就是旁边的饭店 你是说在台北 就没有办法起飞吗 桃宇就没有办法起飞 就要住在桃宇机场旁边的饭店 就是安排我们要住进去了 过境旅馆 对对过境旅馆 你这个行程是去探程是要去几天的 我告诉你你知道为什么多便宜吗 只有七千块 就是四天三夜 不是就去了一天了吗 就变成三天两夜了吗 就变成在台北 在桃园 对在桃园 然后隔音再出发对不对 可是在这里已经很不舒服 因为他们就安排 以前那个时代可能没有服务那么好 所以我们都要房间里面的时候 已经中午了 没有东西吃 然后问谁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一团乱 然后有一部分人就不愿意离开那个柜台 因为他们就突然有一个人就说 争取说 通常遇到这种事情都要赔偿的啦 就有一个这么讲 然后突然第二个人就说 那可以赔偿什么 另外一个人说 我们刚才要去美国来回的机票 就有人开始这样讲 就越吵越乱 反正我已经不想在那边吵 我就离开 离开以后呢 不是隔一天要出发了吗 隔天一出发 我们到汉城的时候 就第一天行程不是就没有了吗 就只要去山上 有那个湖了 而且那时候很冷喔 移到山上去 就是坐船嘛 就游到湖的中间 哇景色很美 然后呢 就一直觉得好冷好冷喔 然后冷到觉得 到最后就是说 船坏掉了 你知道我们那个湖 在那个船上啊 拉回岸上的时候 已经晚上了 像是不是第二天 等于是隔天 我们是不是要回 岸上 台湾了 对不对 然后在那的时候呢 你很带赛 就在那边呢 晚上不是晚餐吗 吃完晚餐以后 哪里都不能去 因为那时候 那个韩国有那个戒严 所以所有的店六七点都关门 连百合公司七点都打来 是不是没有地方去 好 那个导游为了安慰我们说 没关系 我们明天还有一个行程 我们可以去参观 这是第二个晚上 第二个晚上 可是第三天我们要坐 因为我们前面第一天 已经delay掉了 对啊 第一个晚上是住在陶宇 导游 第二个晚上就困在那个湖 对不对 第三天不是要去汉城了吗 然后只有晚上就要回去了 对 就去那个汉城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明天行程 应该是会很精彩的 因为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那个汉城那个广场很漂亮 然后我们就可以带你去 shopping 因为你们都还没有买到东西 对 就是去那个免税商店 去买东西 就很高兴 车子就是往那个汉城中心 哇 觉得人好多好热闹 后来发现是游行 你知道我们困在那个地方 进不去都 困到连饭都没有吃 就直接到机场的免税商店了 机场 机场还不到机场 是机场前面的 有一栋大楼里面就是卖一些韩国的东西 就四层楼 就我们从进去 上面四楼这样下来 以后他发现说 这个楼只卖两样东西 辣椒粉跟泡餐 阿德老师你的韩国好惨 就是充满了机械故障 跟泡餐 其实他行程就是这样 可是他在写的时候 就写得很精彩 其实他感觉有太多预算 然后重点是 快要到那个机场的时候 要去 比如说商店要去机场 这东西不是有一段时间吗 导游又给我们礼物了 他说 他说很多人都觉得说 他不想要泡餐跟辣椒粉 所以就觉得很亏 但是我也有补偿里面的东西 因为韩国那时候 很流行水蜜桃 你在旅客拿一箱水蜜桃进去 可以得到500块台币 进去哪里 因为那个 带回台湾 带回台湾 就是很贵 等于是我们脱 可以赚钱 就是这样 带货可以赚钱 一个500块钱 你知道这几天 因为都是太衰了 所以突然有这个感觉 真是变成一个大礼物 每个都很开心 带个五盒就2500了 以前那时候 以前要带一盒而已 就像日本以前的青春 苹果都是整箱整箱 旅客就顺便可以带回来 那时候还没有说 像现在管制那么大 结果呢 结果我说 结果就是一个实大 因为我感觉上 这个是有违法的事情 就别人就带 我不敢带 结果后来发现 我靠我怎么不带 没有事啊 我想太多 这就是我第一次 但是我告诉我自己就是说 虽然好像有点衰 但是我觉得 这是我出国印象 最深刻的一次 我觉得人生中 有时候出版出现意外 你变往负面的方向 就是表示就是 给你一个 你完全无法规划的旅程 后台讲起来很好笑 其实你们本来那个行程 也不只是这样 它设计好就是 第一天飞机故障 第二天船故障 第三天游览车 只是后来发现 你们真的很可怜 最后是飞机故障 我觉得 照理说 我们出去不应该碰到 什么飞机故障 碰到船故障 当然了 这种可能性也是有 可是 如果你用是好船 比方说年龄 比较年轻的船 它就不会 有的人团就想要升级 就找五十年像海事号 海事号 你听懂吗 我们的潜水艇 小胖 有的人你会安排最后的船 其实我们在讲 刚才讲到说 像郑大哥讲 那个飞机的问题 市场常常会 现在以前 包括前一阵子说 远方停飞的问题 那会有个状况是 像我们跟旅客签订了 所谓的旅行 旅约责任险 假如说你旅行社 没办法让我出去 你必须要赔偿 但是很不合理的 就是旅行社跟航空公司 没有签订这个所谓的 旅行 旅约责任险 会有个状况 你像我们刚好 旅行社刚好 今年一年碰三次 华航机师罢工 长龙空服员罢工 远航停飞 结果都背 都要赏背 都录音赏背 很不合理 是你不飞 你不飞 你不飞 飞机不是我旅行社控制 可是我们的旅行 我们的那个 旅约责任选 就变成我旅行社 要去赔偿我的客人 那怎么办 那我们就要求民航局 你也要旅行 你航空公司也要 我旅行社 来签订这个旅约责任 万一你不飞的情况之下 你应该怎么做赔偿 或是调度 没有 这个都是最倒霉 不是乘客 最倒霉是旅行社 我们冒的是卖白粉的风险 结果赚的是白菜的利润 白粉 大家听不懂 就是卖的是白粉毒品 零毒风险 死活了 对 那个都是要人命的 万一飞机怎么样 状况 我们旅行就承担很大的风险 小胖 我们来不是叫你来抱怨的 不是 就是因为让我们的旅客 让我们的观众知道说 原来是这个样子 大家有同意现在有个状况 航空公司说 我旅客自己去看航空公司 买机票便不便宜 便宜比旅行社定还便宜 好了 出了状况谁帮你负责 你当然要自己去看航空公司 其实我们台湾过去也发生过 很多的那个观光客的意外 这游览车也存 我想大部分都是那种很老的游览车 对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用好的船 或者是好的新的游览车 其实状况不至于发生那么多 因为我是很喜欢看飞机起降的人 我曾经去松山机场 你知道松山机场旁边 有一个 变道 小变道 那个地方也是我们拍MV 要拍飞机的地方 我很喜欢在那边看飞机 后来我发现 有一个现象很好玩 其中我不要讲航空公司 其中有一家航空公司的飞机 其他都不会 有一家飞上去的时候 你就看到一条黑烟 因为他常常 你也知道这条黑烟 对 就像郑大哥所讲 宁可你可以 所以说观光局很规定的 就是说你包含我们国内旅游 你的游览车叫国内旅游 你要必须要三年或五年期间的东西 因为后来之后有个状况 是因为路客 那时候路客多 把那些该淘汰的游览车 又把它抓回来了 变成十年 可是我们才讲说 游览车里面一台车子就是七八百万 你说我开五年就淘汰 就像我们就 不行啦 这样五年就整个折旧完毕了 不过不代表车逛不好 对 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阿德本来以为 这个最常去的是泰国 其实后来你是去了韩国 没有以为最便宜的是去 最便宜的是泰国 那后来人家是刘律师去了泰国 好 要回来吃多用呢 泰国很危险喔 对 危险在哪里喔 有很多陷阱 逃射陷阱 逃射陷阱都还好 我待会讲 等一下听你讲 其实我们去不管哪个国家旅游 其实台湾人很喜欢买一种东西 就是买药 买药就是买很多的保健食品 那我们去了日本 他就卖什么帐红花 什么有的没的 那我们去泰国的时候 这个导游就跟我们鼓吹说 我们泰国其实以前有很多的眼镜蛇 那我们这里还有一种是眼镜蛇的蛇王 蛇王 很大条 很大条 然后他可以咬死别的眼镜蛇 一般眼镜蛇 所以他最毒 就是毒蛇中的 而且他会吃眼镜蛇 对 毒蛇中的毒蛇 好 那所以他最厉害 然后呢 他就介绍我们说 就是我们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 他就介绍我们说 所以呢 我们带你去一个观光景点 就是一个叫毒蛇的蛇园 那而且他们是一个科技园区 那我们就想说 这就是一个好像在参观一个毒蛇的研究所 这样子 我们就全部的观光客都去了 那也本来以为这是一个观光景点 但殊不知其实这不是观光景点 这是一个购物店 进去以后开始分批A教室 B教室C教室 然后就有个台湾人走出来 从里面 我是XX博士 我来泰国多久了 然后呢 我在这个地方做研究 然后研究了以后 我们这个蛇 后来提炼什么药 可以针对什么免疫系统治疗 怎么样怎么样 讲得好专业 好厉害 然后呢 再拿出说 他有跟这个泰王的合照 那他们的这个保健食品 有送到什么国家去做认证 听起来真的是100分 非常厉害 好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一罐4000块 这个泰币 欢迎大家来订购 离开这里就没有了 这个优惠价格 如果呢 你现在在外面买这个 一罐可能要1万2 大家听起来就觉得 好像不买 很可惜 虽然不知道他有没有用 但是觉得好像 至少买个一两罐 这个不然出去就没有了嘛 好 大家就 我们就也买了1万多块 买了3罐 特别想的都不是我们自己要吃 买回去给台南 我的爸爸妈妈啦 岳父岳母啦 都是这种想法的 或是给小孩吃 够回路的啦 就买了1万多块 那我们就后来就离开了这个蛇园嘛 然后就想说 虽然这个要说 他这个保健食品说是健康怎样 但是毕竟我们要吃这些东西 还是查查看 他是不是真的有他讲的这种效果 我就开始上网 把这些瓶瓶罐罐上面的文字打进去 这个网络一查 哇 什么就好多 看到很多旅客的血泪史 被欺骗买了这些药 这些药吃了以后有什么副作用 然后甚至有些人 是在这种购物店打工的人 出来外面就是在网络上写说 这些购物店他们是怎么被训练去骗人的 我会花椅啊 买了1万多块 然后插完 我这几瓶能吃吗 我都不敢吃啊 也不敢送家人啊 听起来就很恐怖 还在吗 还在啊 你下次拿来送去 他本来想去的 那家人都要吐咖啡 水蛇腰哦 阿德 怎么逃射见景 没有啊 因为如果你去泰国去参加旅行团 第一件事就是 一定会去洗泰国浴马 没有这种形成啊 你那个是什么团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去泰国不会 泰国不会有洗泰国浴的形成 我们要鼓励他讲 我们就要说 对对对 有趣有趣 他女士是怎样的 你跟他讲 我们都没有去 他不敢讲 小胖你说 泰国旅行团 去曼谷 没有洗泰国浴的行程吗 那叫自费行程 我说在游览车上就讲哦 你没听过吗 就是说导游 你随意一下不要参加啦 我知道我也有 那些寿游超厉害的 因为车上都是很多夫妻 跟男女朋友嘛 但是他你知道怎么讲吗 他就讲说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是 我最鼓励太太跟女朋友去 跟选生去吗 没有他就鼓励他就讲说 他最鼓励泰国浴是让女生去洗 你就会知道说其实是一个非常享受很尊贵的不是色情的 确实 确实在泰国确实是这样的 然后他讲完以后呢就带我们去泰国浴现场 然后一进去就把男女分开 女生就先带到女生那一栋 哇里面都是欧巴桑啊 然后就进去了就洗泰国浴了 然后呢你就想说洗泰国会怎么样呢 他就讲说另外一团的正面电饭器呢 就是男生帮他洗可是不用担心没有色情 男生会招待他们 就是体验一下正健康的 谁帮这些男生洗 男的会带领 不是带领他们进去 就是会有一个男的里面在地的 就是那个店的老板的公关吧 然后带他们进去 公关有人上来车上喔 然后感觉很安心喔 而且会讲国语喔 就刚才说不用担心 你们才会想算 他们只是初步的 就是洗泰国语的感觉这样而已 那他们不是送走了吗 你到他们回去不能跟你们老婆 老婆女朋友讲喔 要洗什么都不能讲 只能告诉他说 我们就是体验一个人洗澡的感觉而已 这样子 就这样分开 就全部都洗到了 就太太也洗到了 对 然后老婆也洗到了 男生也洗到了 然后太太没有很生气 那男生洗到的东西是什么 有很开心 洗澡啊 就是女性用身体帮你洗澡 女生用身体帮你洗澡 用裸体帮你洗澡 不用任何器材 用她的身体帮你洗 身体在上上下下 那个感觉怎么样 什么东西 没有办法体会 我第一次去到他现场的时候 我也吓一跳 因为就是会认识 因为那个年代 都除床很大很大 除床 因为是 因为那个泰国语女 因为说要坐在除床里漫 里面都有号码牌 然后他说你开始选 一百多个怎么选 就像刚刚那样的 他还没有看到 他那个公关 为了不让你浪费时间 说就这个啦 然后我们看一下 那个人就走出来了 就是不让你选 就赶快 因为那些 你里面的人也会 因为你这个客人 如果他喜欢你 他也会举手说 是我 所以会这样子 反正就是这样子 就是成型了 但我觉得那个时候 给我的什么感觉 你知道吗 就觉得就是说 哇 我们出国可以体验很多 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感觉 尤其是我那个年纪 就会觉得说 哇 有重大了的感觉 就是开始体验 成人世界到底在玩什么 什么 你三十几年前去 那时候二十初号而已 暗城你后来才去泰国 那时候也比较成熟了 就是隔一年而已 隔一年而已 就每年都去泰国 就是会多去几个地方 因为号码很多 要从一号派自己选 一号 二号 因为有击败哥嘛 那还分三四层楼 我们那个时候去的时候 它是有价钱挑 然后有很贵的 然后很贵的真的很美 年轻人 你有什么 现在都保护 那不是有价钱挑 因为我后来不是跟泰国公司 有一些工作合作 我就常常去泰国 然后我都有同事在泰国 难怪你洗得蛮干净 就常住在那边 你知道他给我怎么讲吗 他说其实 橱窗 不是每个都在橱窗里面的 也有不在橱窗里 然后不在橱窗里的 会比较贵一点 那也会让你觉得 想要找没有在橱窗的 因为这些都是那种 可能学生啊 不好意思 在自他做这个行业 那些人 所以你就会感觉上 他们比较好一点 然后价钱也比较高一点 然后他们都在哪里 知道吗 如果你橱窗都说 不要不要不要 他就会带你往上去 他们在柜台的 后面的小门 后面那边等你 要讲不要不要不要 然后还有一个 然后我的 就是我的同事 就是那边熟门熟路了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 他说他只要每次去洗泰国浴 都没有在洗泰国浴 都在跟那个泰国浴 聊天 用英文 没有他会讲泰文 所以他也想学一些泰文 那重点是 你知道一聊天聊好 这女生就对他特别好 然后就变他女朋友 变他女朋友 就去教女朋友 就后面就不用花钱了 真的是这样 是哦 你有没 就是 好了不要再讲 好了我们先休息 进广告了 我们这个节目忽然之间 做了一点点的泰国专辑 从阿德老师开始 请大家忍耐一下 因为Tag也要讲说 他在看秀 我们那个是觉得是有点被骗 因为好奇 然后他其实我们就是到一条 那个夜市叫做 Papong夜市其实他非常的有名 然后他就说 反正他就会有那个 SAMCHI他来跟你讲说 要不要看秀 而且他会一副跟你 好像巴黎巴黎好兄弟 Papong就是台湾的华西街 就是有美食 也有色情行业 Papong是吧 对Papong夜市 然后你去的时候 他就会跟你聊天 干嘛去哇好麻吉什么的 他就跟你说 我跟你讲我算你便宜 你先上去看秀 如果这个秀你喜欢 你再坐下来就好了 他想说好像蛮会合的 反正你没去过 你就去 去看看 去看看 我们那时候是两个男生 两个女生 我们想说那就去看吧 一上去哇就一个身材 很好的女孩子 跳着钢管 然后在那边跳舞 嗯这个不错哦 我就问他多少钱 他说一个人三百 你说泰铢吗 他说对泰铢 那合台币也才三百 三百就可以看秀 还有付一瓶啤酒 哦不错啊 我们就坐下来了 全场只有我们四个客人 然后那个漂亮的女生 就走进去了 就换一个欧巴桑出来 然后那个欧巴桑就抱着钢管就这样 就这样咬 那我们想说 这是什么 你付了三百以后就换人了 我付了三百 然后换了一个人 那我们想说好吧 反正都花三百了 看他还能够变出 欧巴桑 看他还能变出什么花样 他花样还蛮多的哦 他还不是只有跳钢管哦 他还会有一些 特技动作哦 比如说喷乒乓球啊 瞄准你射啊 喷乒乓球这样 然后但是他就是欧巴桑 然后你就是看了看 看了差不多了要走了 我们就要去付钱 一个人三百块变美金 他就写就变美金这样 美金呢 美金就三十倍了 但是我们因为 那时候我们上去看秀的时候 是在二楼嘛 所以我们也走不下来 也走不出去 然后那个妈妈桑就走出来 很凶哦 超级凶的说 反正你现在就是要付 一个人三百 就是一千两百块的美金这样 我说可是刚刚那个人 跟我们说三百块太租啊 他说那个人是谁 是谁 你跟我讲是谁 但那个人早就已经跑掉了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一直说 我们就是只能付三百块太租 他说不行 这个秀就是 三百块美金 三百块美金 然后我就 也是 全的费都贏了 可是因为我们 毕竟不是在自己的国家 我们又不能得罪 也不要去那个 我就说我要打电话叫警察 他就说好 因为他是合理的 因为你看秀本来就是要付钱 一个秀是三百 那个IE跳了四个秀 所以 我说 抓着钢管这样咬 也叫一个秀 他说对 好 我想说既然这样子 那反正我就要付这一千二了嘛 我就跟我朋友讲说 那我们就做到天亮 我看他那个IE能跳多久 对 然后我们四个就回去坐 我们这样一坐在那里 我们总共花了四个小时 本来是想说三十分钟就要走了 那他因为要收一千二 可是他坚持要收美金嘛 可是欧巴桑就一直这样这样而已 你们也一直看 没有那欧巴桑跳到后来是累了 他就直接坐在钢管旁边 然后就这样跟我们四个对看 然后看你要耗多久 然后我们四个就这样跟他对看 看说到底你要跟我们看多久 最后我就只跟他讲说 最后那个妈妈桑受不了 因为我们真的坐太久了 而且只要有新的客人进来 我们都摇头 我们都一直跟那个客人这样摇头 提醒他们不要进来 然后后来那个妈妈桑就有点生气了 他就直接把一千二画掉 然后写一千 两百块美金六千台币了 然后我就说我只有一千块泰铢 最多就是一千块泰铢 一个人 没有 就是总统统一千块 比我原本更便宜 反正我已经那个 我就想说我要跟你耗 看你要跟我耗多久 就后来就看到妈妈桑在打电话 然后我朋友就说算了啦 就付钱了事这样子 我说不行 我觉得这个不合理 可是因为真的不在自己国家 你其实你也会怕 后来我就说就这样 我就丢两千块 然后对我就丢两千块 然后我们就跑 他说你确定 我说确定 然后我后来就走到那个门口 再跟那个妈妈桑在商量一下 然后我就丢了两千块 然后就拉着朋友 我们就四个人就往下冲 还真的有人追出来 就这样一路再 他追出来是要还你们一千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大概有四个男生吧 就从二楼追出来 要跟我们要钱 但我们就这样一路冲 就有点像那个警察追逐站 这样子追歹徒 这样子 我们就一路冲里面 然后就这样跑跑跑跑 然后那个四个人就 后面一直追 然后我们就上计程车 然后上计程车之后 我们就跟司机讲说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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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连点厉害 然后司机就很委婉说 Where are you go 我就跟他讲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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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问我要去哪 可是我们就很紧张 然后远看那四个人 已经追过来了 就拍窗户干嘛 然后就叫司机赶快开走 他才开走 然后开完之后 我们四个人就坐在车上 好累的一场场 不会啊 就有一种大祸全身的感觉 不是吗 我跟你讲 那个当下 你不会很危险 被抓走就完蛋了 很危险 超危险的 真的很危险 但是那也是 就是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旅 但是那个 相当危险 尤其在泰国在跑碰 这个这样的状况 跟船坏掉了 你喜欢哪一个 还是船坏掉了 我觉得船坏掉会好一点 那个真的当下太紧张了 太紧张了 你就不知道那边有多冷 船上很冷 我们那里也很冷 现场很冷 躲避的地方 中间有真的超冷的 小胖这会有危险吗 相当的危险 尤其在跑碰 因为我讲 他可能像刚才讲的 已经在跑碰的后面的二楼 二楼九八区 才会有这种状况发生 那你还去得贵了 还去得早 因为是三百 现在变成七十五 一瓶啤酒 七十五泰铢 喝完以后变七十五美金 所以说常常会 你那不假如说 一般这就是专门 宰观光客的地方 那你在跑碰夜市 买了都买一些 所谓的那个什么 那个金饼 都几乎都是假的 什么T恤包包 什么 那在一层 那后面的二层都是酒吧 那个就是大部分 都是我们讲的 有的是泰国的黑道去开的 或者是专门宰观光客 对对对 那其实在这种旅游期间 你会碰到这种问题 其实像刚才我们的观光客 你既然要进去这件事情 不要跟人家发生冲锁 像那种追 万一你被追到了 对 你跑不掉了 那事情不是大同小可而已 一般来讲 田径水准台湾比泰国好 但是我同事真的有因为这样子的行为 就再也回不来了 就是因为跟人家起这样子的冲锁 因为当地那种为事 或是当地他突然要对你做什么 有时候你拦都拦不住 没有回来是什么意思 就死掉了 就被捅了吗 对就被捅一刀 而且你叫警察 警察是维护他们当地的店家 而且当时你是观光客 你可能连警察要来 你都挡不住 就是你顶不到那个时候 而且我们有的时候会想说 那是不是找我们的驻外单位 来不及的 不只来不及 台湾真的没有办法 有在其他国家有影响 都没有一个方法 如果要去这个地方 我听到这样一个事情有状况 我如果要保护自己 万有状况有纠纷的时候 应该有什么 记得这件事情 先把自己的安全顾好 钱付了离开后再报警 可是要是美金 我跟你讲 就像我们跟你讲的 好我没有 就是身上 就那边离开就是没有 第一个先保护自己的安全 事后再来去跟他讲说 我去报警 他炸我 不然我 你没有办法当下 你没有办法离开 我跟你讲 是你还可以打电话 连电话都把你抢走了 你怎么打 身上就可以收拾 就是要你全部 而且你往附近跑 那附近可能都是他们的围市 是啊 好 所以那个地方不要去 不要这样 对不对 那这个Cassie呢 是你 这个 还有Tag也都常常遇到 飞机停飞或延迟的状况 那Cassie是空服员 等一下再来讲你的故事 好不好 好 先休息一下 好 这个刚刚广告时间 我觉得小胖讲这个事情 一定要让大家知道一下 你说在酒吧里面有那个钟 对 像我们这个泰国 常常有露天酒吧 像那种小暗示的酒吧 你就很少去 那露天酒吧要特别注意说 好像开放市场OK 那也有人在里面 很多人也OK 那我曾经去救过客人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也 他有说晚上无聊 就跟朋友 我们上午个酒吧去喝酒 反正电视前刚聊 就喝啤酒带那喝 你只要看见到老外 拿个那个钟 好高兴你知道吗 结果他不然还算两个 扎三千块 我说你不要身上带那么多钱去 你再带个三千块泰铢去就好了 结果 他是带三千美金 没有 带三千块的泰铢 就带出去 结果我们去救他的时候 要付三万块的泰铢 为什么 因为那个钟一拉去 全场都是你买单 要是你欢迎 今天人票很爽 你整个钱到来 就说全场是你买单 那每个大家当然说股场拍手 还好 他说他拉那个钟 大家很高兴 他也不知道就跟你要拉 拉了钟大家一直股场 他以为这个是大家很欢乐 他事实上是大家很高兴 他要出钱 所以那个钟不能拉 对 所以他一个晚上还拉两次 一人拉一次 两轮 对对对 所以我付了三万多块 他股票没钱 小方快点 我在桌子 没钱 要怎么 我说什么原因 是被扣了 就说不是 他说要去救钱 那我们可以说 我们不知道拉钟就是要 可是人家旅客 人家其他的其他的 其他的酒客走啦 都买单了 都你买单了 但是都走掉了 你怎么办 我就不晓得 我不晓得那个敲钟 说说人家的风俗习惯 要特别要了解 路径要随随 要去问 什么习惯 拉那个钟是什么意思 好可怕 钟不能随便乱敲 那Casey在刚空服员的时候 曾经在伦敦遇到暴风雪 每年的冬天 只要是冬天的航班 其实常常都会 特别是欧洲线 或者是说下雪深的地方 他都会遇到这一种 因为天后而无法起降的状况 那我记得有一年的印象 特别深刻 是那一年我们飞到伦敦去 原先是觉得 二四小时后就要回来 新一乡都是轻装的出门 结果到伦敦以后风雪加重 就机场 西四路的机场就关闭了 就我们在那附近的机场饭店就开始 每天每天的时间就打电话下去说 今天飞不飞 不飞好 继续回去饭店 你也没办法去别的地方 因为附近全部都被 路都被雪封住了 所以我们在那一间饭店里面 前前后后会不会被挡了七天 我们住在饭店里面还算安全 因为饭店里面还有食物 有水 只是到后面几天就开始 他会限制 比如说一天你本来可以拿很多灌水 可是最后一天他开始 他一天只给你灌大瓶的 跟你说你可能要省着点 因为后员还没有进来 外面不是有雪 我们就吃雪啊 雪就是水啊 其实我有想过拿回来住 可是没有那个东西可以住 这么有点危险 然后到我们之后是没有衣服可以换 然后我们男生同事的组员 也不会带这么多衣服出来 结果那衣服内衣内裤 就是正面反面 正面反面就穿你知道吗 因为要出去买也没得买 结果每个人要去上班的时候 都是很比平常还要憔悴的出门了 就到最后一天真的可以出门了 结果我们到机场的时候 我们就想说 因为在飞机上面 我们在做飞行简报的时候 那就特别被提醒说 我们过去七天都很辛苦 可是你想想那些旅客 他是在机场被关三天 他也没办法回家 没办法去任何地方 甚至没有饭店房间让他们休息 所以这一些旅客七天 他们肯定情绪很不好 然后我们本来已经坐好 作战准备 心里想说好吧 等一下有什么来就都来吧 结果到机场 你会有发现 对有一部分的乘客是很生气 可是大部分的乘客 是没有力气跟你发脾气 所以你看我们上飞机的时候 已经就是有一种 他就上飞机 他还这样抓着我的手 说我们现在是真的可以走 我不会再被赶下去 因为有一些旅客 是本来已经在飞机上 后来是因为状况不好 所以这些人是被请下飞机的 转到没力了 不是最坏的情况 最坏的情况叫做没力好转 真的很惨 真的很糟糕 如果睡机场睡个三天 我都很难想象到 外面有大风雪 对 而且你可能没有食物 没有后援 因为机场里面 你有的东西就是那一式 真的 因为有钱你都买不到 而且一个礼拜不洗澡 对 受不了 受不了 跟游民一样 对啊 那TEC呢 是这个 半机没有做到 在中国 应该是说 我也跟郑大哥一样 我也很喜欢看飞机起降 所以我很爱坐飞机 我爱坐飞机到就是 我到了一个城市去 我都喜欢转机 不管是到香港转 或者是到 这很耗时间不是吗 很耗时间 但是因为我爱坐飞机没办法 我就觉得一张机票 可以坐两三趟很划算 那如果我觉得你要去东京的话 你应该飞去什么 阿姆斯特丹拉再飞 那有点太远 有点太远 但是如果进程的 就是这样稍微转一下是可以的 我那时候是从A要到B 然后要从B到C 所以那个转机 B就是转机的地方 对对对 那转机的时间 其实我们都已经算好了 然后我就从A做到B的时候 其实你知道在中国 他其实班机容易delay 他的国内线非常容易delay 国际线比较不会 对就还蛮容易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那时候转机的时候 已经有点delay 就已经有点delay 起飞的时候已经有点delay 等到我到达B的时候 要去转C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那个蔡先生 你的班机已经飞走了 我说可是我时间还没到 还有差一个小时 他说因为你的原本的那个班机 旅客没有坐满 就票卖的不好 所以他取消了那个班机 他把原本的这些乘客 全部都移到前面那个航班 让他们飞到C去了 怎么可以这样 我说我怎么办 他说所以可能 要麻烦你在机场过一个晚上 我说可是不行 因为我是隔天的活动 而且是一大早 我说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抵达C 对 要不然我 要我会 错不在你 也是他们 对 然后航空公司就 一开始好声好气讲的时候 就说没有办法 因为就没有航班 航班就没飞 就取消了什么的 我说那你至少 你如果真的要这样 你也要安排我 有住的地方吧 你怎么会叫我睡机场 他说我们这个 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什么 就讲一大堆理由 后来我的肺又抵达了 肺又抵达了 你是天天人跟他烫的 我这次是烫的 也是烫的 我又抵达了之后 我就跟他讲说 可是我因为隔天一大早的活动 我今天一定得到 你一定要想一个办法 对 即使让我用转机的方式都没关系 后来过了十分钟 他把我的行李拉到我的面前 我经理不是到B 其实要转C的航班嘛 照理讲行李是应该还在那个 里面的 对 然后他就把我拉出来 到那个登机门那边 他说蔡先生我跟你讲 现在我们有一个 班机要空班机回到C 哦 然后你就直接搭这个班机回去 因为C会来B 对 现在空班要回去了 这样 我就说 那所以我的行李 他说你行李直接拉上飞机 嗯 然后我想说 要不然那能怎么办 我就 我就 我就这样做 包机 包机 而且我 不是 客机 客机 我上去了 然后他们就带我到那个登机门 然后把我的行李 我第一次是29寸的那种大行李 是直接上飞机的 嗯 上了飞机之后 然后空姐也是对你微笑 然后就跟你讲一句话 所有空姐都属于你的 对 哦 然后他就跟我讲一件事 他说 因为这个航班 我们没有提供服务的 那个 就是没有没有帮你服务的这个功能 所以 我们的那个餐点在这边 水在这边 你就自己来 哦 不错啊 哦 我们就就 就 因为我们不是执行这个航班 我们只是要被 也是被送回C这个城市去的空姐 这样 我就说哦好 所以我都自己来 他说对 然后你自己 反正这一百多个位置 你就自己看你要坐哪里 那里选 商务舱多做几下 我就说好 那我就选择坐商务舱嘛 然后坐着 然后空姐也是坐商务舱 也是坐旁边 然后我们那个机长室的门还没关哦 反正就是 因为不用关嘛 都自己人嘛 没有乘客 然后我就说那这样 起飞还要吸安全带吗 什么 他说看您啊 随便你 反正就是都很free就对了 好 那我们就这样顺利的起飞 起飞没多久之后 空姐就开始要玩啊 打牌啊 然后喝红酒啊 然后喝啤酒什么的 然后就看 反正就一个人嘛 他就问我说 你要不要一起玩 一起玩哦 对就玩牌 还玩牌 然后 空姐又在一起玩 对 然后我们就在那个飞机上 从B到C的时候 就是玩 玩扑克牌 大家就玩得很开心 然后还互相留微信 干嘛的这样 一个感觉 后来结局是不错的 对 就是 就是这也是一个 东西任你吃 对 椅子任你坐 对 然后 那这个是 他去泰国被骗的一个回馈 哈哈哈 也算啦 但是还在那边跑 就是 但还不错 就是原来 但是其实那个是非法载客 其实那个是不合法的 所以 是不可以这样做 不可以这么做的 所以他那时候我上去 他只交代我一件事情 不可以拍照 就是唯一不能做 拍照如果你传出去 他们就惨了 所以我们到达C城市的时候 也是走他们的那个通道 带我出去的 我是不是 不是一个正常的 可是我也有搭过这样 可是我 我觉得我那个是合法的 你记不记得 那个 华航曾经 在那个台湾 曾经 就是去泰国回来 诗诗 就那个 就那一天 诗诗隔一天 我刚好要去泰国 就要坐飞机去 他们要刚好有个空机 要去那边接所有人回来 也是空机 等于是飞机上 都只有我一个 因为那时候 还没有什么数位的 那个电影嘛 所以你坐在商务上看电影 你要自己选 用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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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他告诉我说 你想看哪一部我可以帮你挑 这样子直接问我 我说不用挑 你们自己来 你不要打扰我 我可以自己来这样子 所以那一张的时候 也是大家 也是坐在不同位置 大家就是好像都乘客一样 可是那应该是合法的吗 有几种不同的状况 像以前我们也遇过 就因为大风雪 有太多旅客滞留 所以我们从原基地 要派空机去的时候 如果有少量旅客 我们会放 但是放的时候 我们肯定是执行的状态 可是take的状况是 他可能去的时候 他是满班 但是回来 他没有排duty 所以他不算我们任何飞行时数 也不算公时 所以中间他会有飞行的修饰限制 所以导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正常的执行飞行任务 所以我们那个条空班 我们在行话里面 我们公司叫dead hat 就说我这个是不方便的 我是没有在工作的 对 所以放你上去是不可以的 因为我们没有经过 这台飞机没有经过完整的检查 没有关系啦 人都回来了 对啊 就还在 很快回来了 我们先休息进广告 好 take 他因为主持的活动很多 常常要飞海外 那听说你都会把自己的帐号密码都写下来 那个是发生在有一次 我要去韩国的空中 然后起飞大概半个小时之后 忽然一声很大声 以前其实你出国就是很开心 你也不会写那什么遗书 什么都不会写 对 然后那一次是坐了飞机之后 然后一声很大声 然后所有人就都吓醒了 你很明显的感觉到飞机开始在下降 但是他不是急速的 他就是先倾斜了之后 然后开始往下跑 然后所有人就抓着旁边的那个浮感 但是就一直想说 看那个机长会广播什么 但他都没有广播 但是你很明显的感觉到飞机在往下降 往下降的那个同时大概过了十分钟吧 机长那时候很忙 我在猜他应该是 他应该在看哪里出了状况 这样子我们只听到一声很大声 然后十分钟之后 机长广播了 他就说刚刚飞机被雷击到 就是翅膀的地方被雷打到 所以我们必须要下降高度跟 降低那个速度就对了 所以让大家受到惊吓很不好意思这样 然后大家才知道说刚刚是被雷打到 那因为他整个是倾斜又下降 所以其实我们当下是有下到的状态 然后下到完之后 大概他讲完这件事情大概再过了五分钟 他又再重新广播说 那因为刚刚这样子的倾斜跟下降 其实有延迟到我们可能会抵达的时间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航程 请大家一样要系好安全带 然后我们会加速前进 不要迪雷到大家的行程 你就开始明显的感觉到飞机 往上飞 然后开始就真的是加速 后来我们是提前的20分钟抵达韩国 对 后面他开很快 对他开很快 但是也因为这件事情之后 我后来这一两年真的是海外的活动比较多 所以我每一次出去的时候 我就会开始把那个遗书写好 因为在当下那个氛围 也不知道你要打手机 还是你要 因为你不知道他会不会就 再也见不到你任何一个朋友或家人 对你就都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讯息 所以从那一次之后 我每一次出国 我就会写一封 一封那个遗书 就是放在我的家里的那个书桌上面 就是我租屋的地方 假设发生什么事情 至少家人来的时候 他会知道 你的行程去哪里 好想看遗书 遗书怎么写 我就写说就是很爱大家 然后当你看到这一封信的时候 就代表我已经不在这个人世间了 不管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对 那最有可能就是在空中不见了这样子 然后就交代一下我的账号密码 然后交代一下说 接下来我可能还会有什么样的行程 什么什么的 然后就要请家人帮我做后续的告知 比如告知客户 告知厂商 什么的这样 然后我的内容大概就是写这些 就是谢谢大家的照顾 就这样 只要没有用到 比如说我这次回来没有用到 我就会再把它放着 只是我会下面的行程会做更改 因为行程每次都不一样 但是其实内容就是 前面是一样 如果真的发生意外 其实这个Tag是找不到 找不到 找不到你就失踪了 可是最好找不到我 但是爸妈会到我的租屋处 那你希望你的灵魂安息在哪里 如果能够回来当然是最好 不一定要让你 要把你引回来台湾 我是说比方说北海 他的意思是说你的移书 有没有想说你的那个尸体要放在哪里 要怎么处理 没有尸体的 尸体可能找不到 没有尸体 就说你要放在北海的哪里或者 这个没有交代到这么详细 这个就是看家人的处置 只是 只是要跟他们告知说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是 然后我还有多少的钱 我还有多少什么东西 然后后续要处理 因为我们做这种就是工作的人 有时候我们跟厂商是有签约的 所以你会怕去影响到后面的行程 如果假设你真的发生什么样事情的话 对 所以就是要有人去帮你做做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 还没带我会危险吗 所以要先带 但是阿德老师在这里 如果你真的有这样 学生有一天这样的可能 你要很开心 但是没有造成别人的压力 因为你看我今年总共飞了27趟 对 那就来回就54趟 对 所以其实是 一个月就两趟 对一个月差不多就两趟 算很多 很多啊 你这么不红的状况之下 还可以飞成这样算很厉害 你怎么会想你自己不红 红的话就不只飞这样了 27趟了 但是当然大家是很羡慕 可是就是 你也知道这个风险就 就会拉得比较高 是是是 好 那阿德是去日本据说 你每一次都出了遇到大事 对就是 而且我后来就是 因为我很喜欢去日本 后来就变得有点 很怕去日本 就觉得都被我带晒 就是 就是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 我吓一跳 因为 因为就会开电视机嘛 哇怎么都是台湾的新闻 因为我去的时候那是民谷空案 1994年的时候 对 就掉下去 那我就眼睛看到这个新闻 对不对 然后第二次去的时候 不是那个 毒气事件吗 那我刚好要去 沙林毒气 我刚好要去香根 就要到东京车站 马云章 搭车到那边去 对 结果呢 我禁止 嗯 没有 我提早到 我就提前坐了前面 我们要搭了前面 一个这个走 结果没想到 后面那个就是毒气事件 又出事了 对不对 然后第三次去的时候 因为我要去 我都去那边 去拍片的 工作的居多 就一看 哇 怎么又是新闻 那时候就是那个 小燕的案子 白小燕 所以新闻上都有她 因为她 她白冰的先生是日本人 白小燕的爸爸 对对对对 一直有这样一个 新闻一直出现 我觉得好像去日本 我是带赛是不是 就是你知道 我连第四次要去的时候 连电视都不敢打开看 就变成这样 所以我想说 怎么去那边好像 风水好像不太好 我的那个 你这还好 我还有更惨的 你更惨的 等一下说 先休息一下 那刘律师是碰到更惨的 对我跟你讲 我们事务所每年都会举办员工旅游 这员工旅游的地点 都是员工投票选出来的 那就大概三四年前 我们就决定去北九州玩 我们也很开心 就北九州 福岗等等 绕绕绕绕 阿苏火山熊本城都看完了 好开心也欢乐的回来 隔天看新闻 阿苏火山爆发 熊本城倒塌 这不第一件 好 就说还好我们已经回来 如果我们慢一天回来 那个熊本城倒塌是你们弄的人 太多人在那里 然后突然他就倒了 对 然后再隔年 我们又投票去 熊本城是日本的三大名城 没错啊 没错 我们很开心 还有我们看到还没倒 加藤青镇 对 然后到隔年 我们去了菲律宾的长滩岛 那边阳光 空气 比基尼 好棒 好开心 玩玩回来 菲律宾宣布长滩岛封倒半年 为什么 要清滩 太多人了 清滩 就是长滩岛太脏了 所以整个长滩岛封倒半年 我说 哇塞 我们也真的是蛮带赛的 就是去完哪里 你哪带赛 这样是lucky 对啊 我们是lucky啦 但是我们会觉得 让这个地方不是很lucky 那今年投票要去哪里 对 没有 还没有 那已经是前年 去年又来了 大家又投票 去那个日本的 应该是南路啦 就是 那个什么 岛屿 鸟羽 鸟羽啊 然后那个 那个 鸟曲 对鸟曲线那边 南路这样子绕 然后 应该不是鸟羽 应该是 那个 寄州半岛啦 寄州半岛 寄州半岛就韩国了呢 没有 寄州是寄 那个三重线 和歌山线 和歌山那边都有去 然后也有去蓝山 然后去蓝山 然后也有去那个 就是从那个 关系机场进出这样子 哇 那我们也是就 全部员工这样子 绕一圈玩完回来 然后呢 要回来的那一天 我们是晚上的 大概12点的飞机 对 结果就在那个 回去的路上 然后那个 我们的导游 导游也是台湾人 他就说跟你讲 我们关系机场 是非常好的机场 而且呢 是可以应付很强烈的风灾 因为听说隔天 那个台风从台湾 然后到了日本关系 那我们呢 这个机场是很勇的 好 然后我们就在12点 上了飞机 来到回到了台湾 隔天早上9点 关系机场重创 整个关系机场封闭 然后那个蓝山神社 平野神社倒塌 哇 真的就是 不到12个小时 整个 整个关系地区 就乱七了大阪 全部乱七八糟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 虽然我们很幸运 但是我们一定要买 旅游平安鞋 因为我们是只差 几个小时 如果玩几个小时 我们就大概就准备 在那边待四天以上 真的 因为整个关系有封闭 那时候就一堆人从大阪 想办法到东京搭飞机 想办法到九州搭飞机 整个关系地区 全部通通不能动 尤其是你这样说 我像一个电影的画面 都是这样 一直走 一直走 这里一直出事 一直出事 连三天 你今年要去哪里 你先跟我们说 每个人都在问你们 今年要去哪里 这个小胖 因为他搭团 据说有一个老伯父 特別引起注意 我那一次带团 比较特别 就带团 就到那个突然卡丹南 那都派了南领队出去 那后来就是那个伯父 差不多七十多了吧 反正就他单单一个 我们说七头一定要出去旅游 我一定有朋友 那不然就出比较配 好朋友一起去 他就单独一个人 我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人家 那想想说想出国就出国 那想说出去六天的行程 結果第二天公司就打电话来 小胖小胖 我们的里面是不是有个客人 那是不是跟你睡在同一间 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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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有啊 怎样怎样 他说你要幫我注意一下 注意什么 他說注意他的状况 你要幫我注意 公司也没交代太多 你没交代太多 他只是说有状况 我以为是身体上 沒有某种状况的问题 結果那個幾乎第二天第三天 都来打电话 公司都打到問老人家的状况 到底是什么状况 我都说奇怪 不然你跟我说 恐惧有点实在的 結果老人家后来讲说 反正顾着他 反正跟我睡一间吃住 都同爱一块 他就问公司到底什么 原来老伯要退休 已經退休了 那老伴也不在 結果小孩子 為了分家产的事情 那闹得很不愉快 那老人家也没跟家里讲 就直接机票买了 参加旅行团就出来了 心情不好 他后来一讲完以后 我更害怕 他說萬一他怎麼樣的話 你要趕快叮緊 不然去到國外 去到海邊 這樣就不去 你跳下去 又麻煩 他就開始從頭到尾一直叮叮叮 就告訴我以後 從頭到尾叮叮 晚上就趴他無聊 阿伯 我請你迷你 迷路 稍微先買到 大家開槓一下 你做什麼 你做什麼 就把他心情給放鬆 你也不要去提到說 孩子怎麼樣 引開槓的注意力 好不容易六天結束了 帶回去 我說 上飛機之前 阿伯我把他帶回去 跟公司報費 好啦 飛機落地 你知道嗎 領完心理 阿伯出來 我要親手交給人車 結果看到他兒子兩個小孩 就跪在那個街場的街機大廳 跪在那邊 跪著迎接爸爸 哭著跟爸爸講 不好意思 我說那至少小孩子 至少說還好啦 我看著說 你看他的鞋子 他腦袋就 跪著這樣去抓爸爸的腿 看著心也蠻酸的 後來想 我想說我也做一個好公平 不然那個其實那六天 我說其實都不是帶帶團 就在鼓那個老人家 因為你那個壓力 實際上會很大 你要怕萬一怎麼樣 又不能提醒到 從頭到後好在告訴我們睡衣間 因為卡丹蘭嘛 丹蘭我就跟他睡衣間 從頭到尾上廁所 你要不要開餐廳 我們先看一下 看他做什麼 他不上廁所你就不放心 萬一他怎麼樣 萬一對啊 他如果太久 他如果太久 就吃就 我要拼送你 你好嗎 萬一他如果沒有回應 我就害了 要叫他小孩付一些小費給你 沒有 就當時 當時有一個狀況 你心裡那個壓力 但是我們也不會讓老人家知道 他說都年輕人在背完 那至少我們知道 一個池頭放下來以後 真的我們要做一個好公平 真的真的 那TEC曾經在海關 說這個海關的人想要 想要你的糖果來吃 是不是很像小朋友 他是 我那一天應該是說 我出關之後 我就戴著一隻墨鏡 穿著一件大衣 巨星的架式 然後拉著行李箱要出去 然後走到一半 過來那位先生 然後就有點落產 我就轉過去 好過去打開 打開之後他就開始問我說 你從哪裡來啊 來幹嘛啊 怎麼樣怎麼樣 我說我就是來玩啊 找朋友啊什麼的 後來他就開始 說我是台灣來的國際巨星 對啊 今天來這邊是世界巡迴首演的第一場 但自己一個人有點落寞 只是自己一個人拉著 什麼都沒有 有點落產 太走力了 對啊 自己拉著有點落產 我就說我是來玩什麼的 然後他就翻了我的行李 然後你看他的時候 他叫你的時候你就這樣 我真的是這樣 我真的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 看著他這樣 然後他就翻箱倒櫃 他說那你來玩為什麼要戴西裝 其實我是去工作 但我其實那時候沒有申請工作證 不能 觀光客不能去工作 對 然後他說那你為什麼不能 為什麼要戴西裝 我說我就來找朋友 朋友的聚會會穿得比較正式 對啊 為什麼不能戴 他說那你一次還戴三套 我心想說我們不能有三次開趴的那個時間這樣 然後接下來就看到我另外一邊的行李箱 放了很多台灣很有名的糖果 真的還蠻有名的 然後他就說這個是什麼 我說我跟你講這台灣很有名的糖果 大家都搶著要什麼什麼的 他說是喔 好吃嗎 很好吃啊很好吃啊這樣 他說喔好吃喔 啊是什麼感覺 我就說他裡面有包花生 然後就是甜甜的這樣子 因為我大概買六七盒嘛 然後他就開始一直吊我 他就是想吃啊 但是我就一直不想給他吃 因為他剛剛一開始的口氣就不是很好 他說是喔 你們這一盒這樣賣多少錢 牛軋糖 聽起來這樣是牛軋糖 對然後他就說 你們這一盒賣多少錢 我說就是大概多少多少多少 是喔 你們買的時候會有試吃嗎 你們那個包裝我可以看一下嗎 我可以看他裡面長什麼樣子嗎 我就說 我就心想說到底是想怎麼樣 後來他又來了一個另外一個同事 然後那個同事來就說怎麼樣 查好了沒 他說他那個有糖果耶 要不要吃吃看 就這樣跟他同事講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因為我已經買好要送人了 所以我也沒辦法給你一盒 對然後他說 那給個兩三顆可以吧 我說給兩三顆你就讓我走是不是 他說 嗯對 說這麼平 你也拜託你也送人一包 沒有他就打散的啊 就一塊一塊的啊 後來我就想說 我就說好那你只能拆一盒 然後一盒你只能拿個幾顆 因為我這個要送人